嗨,大家好,今天的日期是2023年的9月28号20点11 这期视频我要给这支DW5000C的表头给它换电池 这支初代G-SHOCK DW5000C是我在日本雅虎拍卖拍到的 关于这个表头的故事我会在另一个DW5000C的视频中向大家介绍 我拿到这个表头之后就去了Caseo的维修 师傅把这个表拆开之后拿出了里边的原来的电池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块松下的BR2320 这个电池早就已经停产了 也就是说这块表里头能有这个电池的话 说明这块表已经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打开过了 好,下面咱们开始 这个背盖呢,我打算把它贴上一层胶布 然后呢,再把它拧开 这块表呢,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我也不想它划伤 所以呢,咱们现在做一下处理 好,下面咱们拿这个三爪的这个开盖器 来给它开盖啊 好,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W5000C 这个里边呢,是这样的 后期的结构有很大的差别 后期的结构的那个电池 它是在侧面 这个等于就是在中间 好,咱们下面来把这个电池的扣给它打开了 好,现在压电池的这个片就被打开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电池的这个边上还有一个橡胶圈 也是起到这个防震保护的作用的 好,下面咱们来装这个新的电池啊 这个BR2320呢,早就已经停产了 所以呢,我买的是CR2320 电压一样,尺寸一样 所以呢,肯定是可以用的 可以听到这个表都叫了啊 好,然后下一步就是把这个电池的卡子 摁回去 好,进去了啊 来,看一眼亮不亮,走 嘿嘿,看一遍功能啊 这是功能 呃,秒表 到底是闹铃 然后回到了时间 这是条时间 都没问题 然后看一眼这个照明 什么毛病没有 那这个换电池呢就成功了 这块DW5000C就复活了 下面呢就是等我的表壳和表带 然后呢,这块有生儿和新的螺丝 装上它之后 这块初代G-Shock DW5000C就彻底的复活了 然后呢,这块是继续的复活了